現在平台就找我們 這一名 藍吉亞 就在旁邊完全消失的平台 當年非常非常 紅透半夜天 好 剛才都是慢動作 我們來看看這種 1比1的這種快動作套養很快 好 今天就知道你的S2 以前的歐洲民眾多麼危險 多麼危險的 幫忙 跟心裏 翻譯 不要 好 因為 你 什麼 好 有 剛才說 好 我昨天真的有 這是阿伯的聲音音樂 很驚人的速度 我從車裡面看 真的是公司級的 各位你不要忘了 這是1980年代 什麼電子輔助都沒有 不要說什麼旋機控制器 連ABS都沒有 但是它也是得要這種速度看 完全在考驗車則系列 跟車種的反應 各位 剛才旁邊那個人在碎碎黏在椅子 那個叫Cold Drive Run 那個就是副駕駛 他就在告訴你說下一個彎 多大的彎 下一個彎怎麼過 下一個彎怎麼過 所以各位你看那個車手 又要看著路 然後又要開始做反應 然後還要聽他講 等一下要怎麼過 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個比賽 所以在奧迪參加完這個比賽之後 全世界真的重新省事的 還原來四人驅動車 可以有這麼好的這個性能跟用品嗎 所以後來呢 我們又參加了立曼 那立曼當然剛才 他們已經花很多時間跟各位說明了 後來 我們從立曼 15年最後一戰 16年 我們去年最後一戰 然後我們就決定一跑 接下來 你拿開再唱 好 立曼換車 完畢 變成一錯 各位剛剛這才是什麼車 電動車 電動車 沒錯喔 電動方程式 電動方程式賽車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 不跑立曼的時候 不代表我們過完比賽 而是我們看到下一個階段 各位 我剛才一開始有跟各位講一句話 我們任何的比賽 我們的目的就是怎麼樣 在賽道上面所研發出來的這個成就 我們要把它放在我們的量產車上 我們已經看到電動車的未來 我們已經知道說下一個階段就是電動車的事態 因此呢 我們率先開始進入電動車的這個年代 而且我們現在呢 是在2017年的車手冠軍 第一年喔 第一年加入 這個比賽已經跑第三年 15年第一年 15年跟16年兩年呢 比較不一樣 跟17年不一樣 15年16年呢 所有的車都一模一樣的規格 底盤 輪胎 連動力都一樣 動力不是引擎 動力是一個馬達 15年16年的馬達是誰的 麥克拉倫的 麥拉倫那台P1 知不知道那台車 P1的那個電動馬達 拿來這個方程式載車輛 所有的車都一樣 但是17年開始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車開放 自己研發馬達自己用 奧迪進來之後 就拿到第一了 就拿下第一 所以各位 這些比賽我們參加的結果 為的都是怎麼樣 為的都是要 讓我們未來的產品 能夠有更精進的一些科技 所以我想其實比賽不光只有這些 還有很多很多 包括DTM 包括什麼 包括有一些TT Cup 包括R8 LMS 大家都有聽過 所有這些比賽 其實我們未來都是同一個目的 就是研發出最新式的科技 將它運用到我們的量產車上面 好 我想現在呢 我們在下午的這個階段 利用我們其他的同事在賽道上的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請到了TOM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們的這個 Audi Sport Moto Sport 的這些賽事 好 那我的分享到這個地方 告一段落 接下來要邀請各位 我們再到樓下去 準備開始今天的HALEP 好 來